有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孩子 有时候你看到他已经 整个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情绪情感 这些的外在的变化 你已经发现了 但孩子们浑然不觉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恋爱了 很多孩子不知道 那甚至 甚至我的孩子就说 那什么样的是恋爱啊 什么叫做就是恋爱了呢 那给孩子们一点定义 在任何的活动当中 社交活动当中 你关注的兴趣 主要集中在一个特定的人身上 而那个人的兴趣 也集中在你身上 差不多就是恋爱 就是说 一对一的这种的关系 异性当中的一对一 另外一个呢 就是无论电话还是面对面 公开还是秘密 如果你和异性朋友 有特殊的浪漫默契 经常的交流 那也许就是恋爱的感觉 让孩子们知道 因为我知道 现在孩子们看很多电影电视 所以呢 很多的青少年呢 他们认为 恋爱就像电视电影里演的一样 一定要有这些肢体的接触 要有kiss 甚至要上床 其实恋爱的感觉 很早就已经在里面发生了 也许可能行为上还没有的时候 恋爱的感觉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要帮助孩子去知道 那不要等到孩子们 已经男孩女孩 已经发展到这个肢体的接触的时候 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在恋爱 其实恋爱会在很早的时候 当你喜欢一个人 一直在关注他 而另外一个人关注你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恋爱的感觉 帮助孩子们 从我们的口中 去认识什么叫做恋爱 那恋爱的感觉 是非常的美妙 如果大家经历过 我相信你一定经历过 非常美妙的感觉 也不要回避 告诉孩子们 那我想 如果你很紧 就是很紧急地去面对青少年的恋情 那有四个原则 我想给大家 这四个原则我用过 很好用 那第一个就是要沉着 就是说当你发现孩子 突然之间 也许你在他的电话的信息里面 也许你听见某个人跟你讲 总之不管或者是你的孩子 自己告诉你说 妈妈我恋爱 不管你是通过什么方式知道 你第一个反应要沉着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 那我呢 其实这么多年来 会讲有一些性教育的课 我已经知道 孩子们会 我的孩子 肯定到这个年龄段会经历 但是呢 他真的跟我说的时候 其实我还挺震惊 我就知道我自己要沉着 不要马上就去回应这件事情 要来看一下 到底情况怎么样 因为孩子们 也许对恋爱的概念 完全不清楚 所以呢 好像刚才我讲到的 你要沉着 有一些的预备 刚才给大家一点预备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孩子可以信任 更可以聊天的重要他人 那在最短 为什么要在最短的时间呢 因为当孩子跟你说 他恋爱的时候 你可能非常想要了解 他现在的这个恋爱的关系 程度到什么样了 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可是如果孩子 不想 或者很害羞 不想跟你讲的时候呢 你可以找到一个 他生命当中 对他 他很信任 对他有影响力的人 那我希望青少年 我们在座的青少年父母 都帮助你的孩子 在他们生命当中 找到一个成熟的 一个成年人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当有一些这样的事情 孩子们不愿意跟我们交流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另外的伙伴来 跟我们一起来面对 那其实 我在这个 我在我自己的这个女儿 有过一个短暂的这种经历当中呢 我就是 跟他的哥哥 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 差12岁 他是很相信各位 很信任 所以呢 跟哥哥谈 哥哥跟他谈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非常的支持孩子 把恋情家庭公开化 也就是说 不要隐瞒 因为青少年呢 遇到这种事情 他们第一个反应很害羞 害怕妈妈爸爸不同意 害怕被笑话 所以呢 我们支持他们 让他们把恋情公开化 因为当孩子 把恋情家庭公开化的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起到 对孩子的保护的 这个 能起到这个功用 大家可以保护他 我们也支持他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给他建议 他可以听到 各种各样的声音 甚至我也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也是 按照这四个原则 我也跟我的女儿 我知道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真的不必害羞 我跟你分享 我自己在 初中高中时候 恋爱的经历 然后他就说 你有这种经历 我说当然 谁没年轻过 哇 真的吗 所以 也跟他分享 一些失恋的经历啊 暗恋某一个男生啊 突然之间 就有很多的话可以谈 那 亲情 友情和爱情 是人类情感发展的 三个重要的元素 缺乏前面两项 就会从爱情中 加倍取回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要探讨 有一个基础 就是希望 为什么跟父母 来讨论这个 这个话题 大家也很愿意来听 我相信 我们作为父母亲 我们从家长的角度 都很希望 能够跟孩子 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 帮助陪伴孩子 能够平稳地 走过这个恋情 那么 亲子关系 包括他的朋友 这些的人生当中 三个主要的情感的元素 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亲情的关系 友情的关系 就开始来帮助 一个年轻人 来平衡自己的情感 不会那么快地 就完全投入在爱情里面 所以呢 讲到这儿呢 我也提醒父母亲 那帮助我们的年轻人 你也观察你的孩子 你们的亲子关系怎么样啊 你的孩子 有没有很好的 这个好朋友 闺蜜啊 或者男孩子之间 有非常信任的友谊关系啊 那么如果前面两个关系 他们都有 而且是非常健康的 那么在面对爱情或恋爱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有后盾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当我们跟孩子谈 面对恋爱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其实有很多背后的支持 所以呢 我在这儿呢 就提醒来观察 孩子们在亲情友情方面 有没有一些的支持 如果有的话呢 你就不用太多的担心 我们一定可以有机会 陪伴我们的孩子 走过这一段 那不管是未来 可能走十年 走到十年有成功的 或者是失败的 那我们都帮助孩子 在这个人生的经历的过程当中 积累经验